对于王一博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经常被人们戏称是娱乐圈的小鲜肉 王一博的年龄的确不大 而且性格是比较腼腆的状态 但是又对舞蹈有格外的自信 因而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曾经还担任过天天向上这一娱乐节目的主持人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姚晨 姚晨 要说姚晨与王一博的搭档结缘 应该是电影梦想合伙人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 剧情当中王一博饰演的是姚晨的初恋 姚传还献出了王一博的荧幕初吻 是不是格外的劲爆呢 很多人都说姚晨是娱乐圈的大咖人物 实际上代表作品还真的是非常多的呢 这其中《武林外传》 《离婚律师》这样一些 都可以称得上是姚晨的代表作品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的呢 李斐儿 其实李斐儿与王一博之间 也并没有什么影视剧的合作 反而是因为天天向上节目而结缘了 李斐儿是一名实力歌手兼演员人物 曾经接受了节目的邀请而参与其中 节目当中让人印象深刻的 应该是李斐儿与王一博合作的舞蹈 真的是相当厉害的 似乎与王一博搭档的女明星 更多都是因为天天向上这一节目 没错 宋祖儿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节目当中 引起表演了其他的项目 甚至被人们称作是金童玉女 其实宋祖儿也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小张博之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说过呢 陈乔恩这一人物 大家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吧 被人们称之为是妥妥的女神级别人物 似乎从出道以来 一直都是很火爆的状态 很多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陈乔恩嗲嗲的声音 其实 他与王一博的合作 是源自于人间智慧 是清欢这部电视连续剧 虽然两个人的实际年龄有一定差距 不多在剧情当中 两个人饰演的情侣角色 似乎毫无违和感 反而特别的合适呢 陈乔恩出演的电视剧 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薰衣草可以算是代表作 之后的王子变青蛙当中 角色让人印象深刻 还有笑傲江湖的武侠剧 也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大的突破的 那么大家更喜欢陈乔恩出演的什么角色呢 感谢观看